Chainlink这个代币到底值不值得投资 作为一人机赛道的荣医 它还有多少倍的涨幅 从赛道的角度 市值的角度 它在这个赛道当中的排序的角度 包括它的新旧程度 哪些要素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 最终得出来的综合权重 才是我们要投资 与否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结论 包括它的一个风险 包括它的一个回报 OK今天这期视频呢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Chainlink 首先呢我这边之前呢 是我计划是要买 然后也买了一部分 但最近呢分析完之后呢 我就把这个Chainlink这个代币呢 我就把它从我的这个投资网单里面给移出了 原因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说一说 首先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预言机 或者说其他赛道 它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可以在一些相应的书记网站上可以看到 这边呢我常用的是一个叫Messary的一个网站 然后呢它这边点这个ranking啊 就是排序 点完之后呢我可以在这边去筛选啊 这个叫category 就是它的类别 然后呢这个叫部分 这个叫标签 然后呢我这边已经选出来了 这个预言机英文呢叫Valcos 啊它呢呃很多时候呢要说一下 就有些板块呢 它是一个交叉的 比如说Dpin和AI 对吧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双重叙事嘛 就某一个代币 它可能又啊符合这个AI的叙事 又符合这个Dpin的叙事 包括这个预言机可能它又是预言机赛道 同时呢它可能又是这个RWA赛道 比如说这个Undo对吧 我筛选出这个预言机它排名第二 但实际上呢我在这个表上呢 Undo呢是啊它也是这个RWA赛道当中的一个新贵啊 其实蛮有这个容易的一个趋势 这边要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一个代币 它如果有双重叙事或者多多重叙事的话 它一般热度是会很不错的啊 这个也是我们讲 细事在投资投资加密货币上面非常的一个重要 OK这个呢就是通过这个Messary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对这个板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 呃了解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首先我们能看到它一共有罗列出43个啊 这个代币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签link嘛 一直就是亿元机的这个容易 然后它整个的一个价格 对吧 然后呢它的一个变化啊 这个24小时7天啊 包括这个30天 包括它现在的一个市值应该是80亿啊 现在市值是80亿啊 我这边应该之前有罗列过 你看我差不多是两三天前啊 当时去查的时候是88亿嘛 现在变成了80亿 这个要快速的看到一个代币的一个 这个呃我们讲说它的一个信息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crypto bubble这个网站 你看81然后排名16名对吧 所以说它整个也在前十的一个排名 又是这个亿元机的融一对不对 所以说正常情况来讲的这个签订可能它一定是值得投资的 那为什么我又会把它从我的投资列表当中给移除呢 啊今天呢就是从这个重向的角度就深入的角度啊 给大家分析也会从这个横向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 单从这个板块来讲如果让我只能投资一个板块就是一元机板块 那我一定会去投这个签订可 因为它是融机啊 这就仿佛我们说在整个的这个我们讲这个f4嘛 f4就是比特币以太坊 sorana bnb 那即使可能sorana以太坊 它的一个增长的倍数会超过比特币 但是如果你只能投这四个币的情况下 你会不会配置一部分比特币啊 想都不要想对吧 基本上所有玩家密货币的人啊 除非他的本金真的特别少 他会觉得买比特币就涨个一倍两倍对吧 我本来就花个三万五万 那这个没多意义 那我还不如去买一些这个三倍五倍或者十倍币 不然的话大部分人呢 他肯定都会配置一部分的比特币 无非是他的这个仓位的多少的一个问题 ok这个呢是要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一元机签订可是第一 然后呢第三名呢是这个pyth 所以我们今天也会讲到这个pyth 拆起他的一个投资回报啊 这个跟link的一个投资回报 如果你的议算是有限 要从这两个当中选一个 那我们应该如何筛选啊 这个是纵向的分析吗 y轴 x轴呢就是说呃那都是容易 但是呢一元机这个赛道 会不会整个板块 他的潜力并没有那么高 对吧 他可能不像ai这个板块这么热美 不像rwa这个板块这么热美 那我是不是应该啊 整个舍弃到这个板块 我不如把议算拿给ai板块 ok这个呢就是x轴 所以很多时候一个代币他能不能买 值不值得投资 我们要跳开来看 他不是不好 只不过说可能有更香的 大家明白吗 就是我上期视频也讲过 比如说为什么狗狗币和屎币 啊我可能就是说 那样把他们的议算拿来去投资 wif或者说这个pp啊原因是一样的 如果在风险差不多的情况下啊 然后呢回报对吧 保险的就是保守回报也差不多的情况下 但是呢啊 更高的可能回报 pp比如说是9倍到40倍 那狗狗币可能就只有5倍 那我肯定选择pp吧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朴素的一个 逻辑 ok那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看这个签link的一些机体情况 签link可能它是一种记忆以太坊 区块链的一个代币啊 是以太坊生态的 那签link可能是一个记忆智能合约的平台 啊我们为什么把它叫预言级呢 其实很简单 它解决的就是 区块链和现实数据之间的难题啊 它会使得区块链上的应用 可以通过签link啊 来链接到现实世界的这个数据员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智能合约对吧 它是需要获取到这个数据啊 它才能够执行的嘛 比如说这个航班是几点钟飞对吧 如果没有人就给它去投位这个现实的一个数据 它就不会去执行的 所以说这个预言级呢本质上它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大家都会在用的一个基础设施 这也就是它蛮有落地应用价值的啊 我们讲说秘密币呢可能它没有一些实际的价值 但是呢在币圈啊 有时候我们讲说这个热度啊 共识情绪 它也是一个非常高的价值 不是说你有应用你就扭对不对 啊空气币就不扭 啊有时候是反向思维 正因为秘密币它没有这种好的这种参考系和锚定系 所以说对它的一个估值来讲就好像很难去估 那最终的一个现象就是在牛市的时候 它的上涨就没有天花板啊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能看到像这个狗狗币当下的市值都是200多亿 但是你说预言级它明明有实际的一个落地应用 为什么只有88亿呢 为什么只有80亿呢 对吧 包括我们看AI板块的 对吧 这个RNDA 包括AI板块的套 它只有30多亿 原因就在一次 OK 然后呢 啊我们记得来说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上一轮啊 令和减半的时候啊 买入啊到上一轮牛市的最高点 它啊差不多是有14.14倍的一个回报 我们看了那个狗狗币应该是280多倍 你看这也是一个区别 上一位牛市呢 我这边查一下 也能数据显示的时间是20年5月11日啊 我这边给大家标记啊 它当时的一个价格是4.2啊 4.02美元 4.02美元 然后呢 它涨到高点21年5月9日 它达到了这个48.59 你看这个数据48.59美元 所以说用48.59除以这个4.02 差不多是11.4倍 相当于千link这个亿元计的容易 在上一轮最高的一个回报是11.4倍 但是往往很少人能够说我刚好埋在最低点 我刚好卖在最高点 不太可能对吧 不要说两个人都刚好 其中一个刚好都很难 所以说综合来讲 可能上一轮很多人在这个link上面的实际回报呢 搞不准可能是三倍五倍或者八倍 OK 但它的上限呢就是14倍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一轮呢 这一轮假定啊 link此为牛市它的最高市值 它跟随着比特币的市值啊 按照这个两到三倍的一个增长 对吧 因为整个加密货币在每一轮的这个市值呢 都会跟上一轮比 它都会有啊 一般会有个一倍到两倍的一个增长 那么这一轮link的市值呢 最高可能就会有320亿到480亿 因为它现在80多亿嘛 对吧 OK 那我们按照这个两倍来算 现在是80亿啊 我们要看这上一轮的最高点 因为这边倍数是基上一轮的最高点算的 那乘以2倍的话就160亿乘以2 是不是就320亿乘以3倍的话 480亿每一啊 这边是亿啊 这边别搞错了 不是480 那24年25年的牛市啊 对吧 亿计link的市值有三倍增长 那就480亿 那现在是80亿 那480除以8就是6倍空间 如果只有两倍的增长 那就4倍空间 那因为link的代币 我们也知道就是它的数量是会有所增加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代币的市值 对不对 它是取决于价格乘以代币的一个数量 除非那个全英雄通的代币 对吧 那它的数量就不会影响 所以在这个市值会增长到3倍的情况下 因为代币的数量变多 可能价格的涨幅实际上会低于市值 相除的相除以的一个涨幅 OK这个大家明白 我们按照这个市值大概的除的这个 4到6倍呢 是没有考虑这个代币的一个数量的一个增加 所以实际情况呢 可能会低于4到6倍 合理的一个益气呢 搞不整个他可能就会有个3到5倍啊 这个是这一轮 另可我对它的一个的涨幅或者回报的一个预估 一样的 我们用价格来计算的话 它当前的价格呢 是这个13.72美元啊 我看一下这个是我前天弄的 现在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这个千link 我们通过这个crypto啊 链接到这个 啊 coinmarketcap 对吧 现在是13.65啊 好像变化不大 13.65我们可以看看 是吧 13.65又降了一点点 历史最高价呢 是48.59 按照 嗯价格 按照1.5倍增长啊 只为97美元嘛 因为要考虑到那个代币的数量 对吧 也会更多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按照啊 再打个折1.5倍 那所以说97美元是他这一轮有可能达到的一个价格的一个高点 那除以当下的一个价格差不多有7倍嘛 ok 他会有7倍 嗯 假定啊 在2024年1月8日啊 link的价格那时候是13.1亿美元 你的在那个时候买入 因为不同的买入时间点肯定也会对应着不同的价格 那肯定会对应着你不同的回报嘛 啊 这一估呢 他会有7.39倍 ok 这个呢是按照价格来算 对吧 这个上面的这个3到5倍呢是按照这个市值来算 啊 这个是大概他的一个情况 那假定在23年10月20日以7.3美元啊 去买入 那他最高议期是13.28倍 这个呢是按照不同的节点给大家去算的 啊 那有些人可能他真的是在23年10月20日去买一幅的 那他买个link肯定赚的就还蛮多的 对不对 有些人是在这个节点去少货的 那他赚的也蛮多的 那我之前其实已经买过 但我可能会把它出掉 因为我说啊 他的一个涨幅我觉得并没有那么高 你看我之前买的时就18块是不是就挺高的 那我的倍数肯定就不够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link的目前的流通量和未解锁的一个情况 我在这个 unlock这个网站上简单看一看 他差不多各在一半吧 这个就是整个link这个代币的一个基本面 然后呢 综合啊 我觉得合理的一个义气啊 他大概就是在三倍到五倍 因为价格我们可能很难买到这样的一个点 ok 然后的话 嗯 我们来对比一下同样是这个 呃 预言机赛道 如果我把这个钱拿去买什么 拿去买他的 呃 另外一个这个赛道当中的另外一个币 我看了一下 应该叫这个PYTH啊 它是这个 呃 新币 然后呢 是守安娜生态 然后呢 也是这个预言机赛道当中比较热门的一个代币 那如果我把它 啊 没买link 买成这个 他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回报呢 对不对 那我们一起可以来看一看 这边应该PYTH 我有我有 罗列过啊 反正大概就是预言机赛道 机体的这个介绍就不说 然后呢 现在的市值16亿 然后当前的市值18.68亿 最高是16亿 然后价格啊 对吧 除以link的市值 这边呢 就涉及到我们来算这种 因为容易不太好去锚定 因为啊 容易容易之外的啊 这个赛道的币 我就可以由一个公式来算他的一个回报 相当于就是我用这个 PYTH的一个市价格 除以 如果他这一轮跑到了容易 这一轮的容易 如果不是那个link 对吧 而是PYTH后期之秀后来机上 那差不多就是 你看啊 A除以这个 link PYTH除以link 当下的市值是9倍 除以link最高的市值是26倍 那我肯定会觉得这个PYTH PYTH的一个回报会更高呀 因为3到5倍的一个保守的一个回报呢 它跟link都能得到 但是呢 可能性的回报呢 它就会比link高出很多 因为link最多最多 我们刚才看了 对吧 可能也就5倍啊 最多7倍 但是PYTH它有9到26倍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OK 这边呢 这个 我其实 这个是计算的过程 大概可以看一下 现在就要 sure the price of A with the market cap of B 然后呢 就是这么一 这个网站在这边算出来的 那比如说我在这边PYTH对吧 PYTH 那我选中这个代币 然后呢 这边我去锚定 它这一轮跑到了这个link的一个情况 对不对 哪怕它没有达到link的最高市值 大家明白吗 它只达到了link现在的市值 你看linknow 它也是9倍 达到最高就是25倍 所以说当我买PYTH 它应该就是在3到9倍 买link就是3到5倍或者3到7倍 那这个比仗呢 这个常识呢 就比较好算 对不对 然后这边是计算的一个价格 那一样呢 假定我们在24年1月买入啊 因为它是从这个点开始涨的 我不知道有些粉丝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信额 那它的价格是0.2463 那在3月18日的时候 它是这个1.10美元啊 就最高点 在这一轮啊 因为它这个大牛市还没有开启 它但是它已经涨了不少 1.1美元 那你看它已经涨了4.4倍 对不对 目前的价格 它所处的类似位置 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我们用这个网站对吧 选择这个max 就所有的一个类似周期 然后选择这个价格 我们就能看到它当下在这 对吧 然后呢最高点在这 所以说它当下的一个买入的一个期间 还是比较不错的 对吧 我不说在最低点这 但它相对还是比较划算的 目前价格所处一年 对不对 一年的价格位置 刚才是所有位置的位置 在一年的价格位置呢 它在这 这个旗线图呢 是一年的一个情况吧 当然在这个地方去买入呢 肯定是更爽 对吧 但是呢 你在目前的这个价格呢 它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个就是整个亿元季赛道的一个说明吧 首先呢是第一个我在哪个板块 哪个工具能看到它整个的意乱 它也不多 对吧 43个 额列出来43个 像下面等等等等很多 那你关注不过来 主要是我会觉得一元季赛道呢 它不像AI这么 这么火 不像RWA这么火 第二个 你可以用这个Coin接口啊 这个网站 我们点这个 啊 GitGorris啊 其实也是分类的一个含义 然后在这边就可以找它有很多的内边嘛 从A1啊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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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滑 好像你看这个dpin在这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 它的排名不是很高 然后呢 这个我 呃 这个这个我去啊 就是一元季嘛 然后我们点开 啊 我们点开之后就能看到它的一个排序 对不对 现在你可以去交叉验证一下 你看签link也是排到第一 对吧 啊 其实是这个板块的第一 但它在整个加密货币当中排到第18 这个PYTH排到105 然后PYTH它的一个市值也可以 它的风险不会很高的 它的风险跟这个link应该是差不多 因为它也达到了接近10亿嘛 link是80亿 一般而言 那么这个市值第一个亿呢 它的风险应该会往上走一个等级 我一般就会划分为低中高这样的一个等级 OK 这个就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内容 对你们有帮助 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 如果大家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付费社群 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我的这个主页 能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啊 我们在区里面会分享一些财富密码 然后呢 有一些高手啊 然后大家也可以一起交流 一起沟通 我觉得就投资加密货币出了自己研究 对吧 摸爬滚打雾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有高人植物 有一个好的交流场 学习场 有时候可能一个信息就能让自己加倍的赚回来 或者说哪怕少财猎坑 也能省下不少钱 对吧 因为我之前比如说 很多人都说七八月是个黑暗生理嘛 有很多的骗子 不管是推特上也有些假账号 对吧 包括电报上也有些 假的那种交易期限 我之前就被骗了1.4颗SOL 然后我发现 这个地址陆系 已经骗了200多个Solana了 相当于也就七天的时间 相当于他就骗了150多万 夸不夸张 整个这个币圈 我觉得我们要的是什么 对吧 少踩坑 要的是能够多有回报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多去 混一些圈子去学习 OK 感谢大家支持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